大家好,是不是先请石祖记长 好,请石祖记长 孙委员好 对,祖记长您好 我想祖记长,在这段期间我一直都跟祖记总处反应 我说其实祖记总处所担任的工作非常的重要 它不仅仅只是一个数据计算的中心 不是说定期每几个月把收到的资讯把它算一算 套到公式然后公布一次就算了 我觉得祖记总处他本来就应该要担任政府的一个耳目 就好像人有没有生病是用温度计来测量的 所以你用温度计一看你就知道到底他有没有发烧 但是因为政府他的工作很繁杂 所以很多相关的指标必须要经过精算 你才能够知道说经济的景气到底是什么 未来的走向究竟是什么 那么如果没有一些数据来做参考做依据 那这个政府的施政就会变成无头苍蝇 那么这些政治人物所做的承诺跟谈话就变成随便乱讲了 因为反正就是凭感觉了 感觉可能会接得好所以就好了 感觉可能不好就不好 但其实应该要有比较科学的方法 那么其实祖记总处就应该是担任这样的工作 所以行政团队最重要的耳目就是祖记总处 因为从各式各样的数据价格也好 或者是进出口也好 这些相关的数据单看一项看不出整体的情况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们会有这么多指标来计算 用这个计算完之后就可以来做评估 那么但是 其实也许是不仅是您的问题 这可能长久以来祖记总处也没有受到太多的重视 所以祖记总处久了久了 他就会沦落成为说 只有在预算会期的时候 各部会的预算来祖记总处可能要计算一下 说到底行政院有多少钱 那么每几个月就公布一次这个失业率 公布一次GDP的成长率 公布一次CPI就这样算了 那但是回过头来 其实祖记总处可以发挥更大的功能 为什么我要讲这件事情 就是我要回过头来请教您的 总统跟院长都对外宣布说 我们一个月之内就要让大家有感 那么这个有感其实很抽象 这什么叫做有感 怎么样才会有感 但是总统跟院长既然做这个宣誓 不管是总统讲一个月 或者院长讲三个月 那总是要有一个依据 这有感 这个政治是个政治承诺的 就不能够说到了时间就说 大家感受不同 所以可能有感有人没感 就变成各说各话了 所以我请教一下 总统就眼看着一个月就要到了 那这一个月 我们不要讲别的了 既然总统都这样讲了 那这一个月 总统总统有没有算一下 那到底 我们有什么样的数据可以证明 说真的经济有变好 不管你要讲失业率也好 你要讲CPI也好 你要讲GDP也好 你要讲出口成长率也好 总要有一个数据出来吧 要不然到最后这一个月 时间很快就到了 时间到了之后就变成各说各话了 那到底总统这个承诺是做到了 还是没做到呢 主席长 是当跟委员报告 那院里面非常的重视 事实上院长也邀请相关的部会 多次的开会延商 那希望各部会都能够就所执掌的部分 能够提出好的方案 能够让人们有感受到这个有进步有改善 那当我们主席处的总处的话 是我们按月会发布这个物价的情况 消费者物价 顿售物价情况 失业率 那然后按季 所以没关系 所以这些数据 既然总统已经讲了嘛 那么我只问主席总处 既然总统讲了 如果我今天是主席长 我一定很紧张 我会很谨慎的开始算这一个月 各种数据开始算一遍 因为所谓的有感与没感 最后你还是要有个指标的 当大家都没感的时候 至少你有个指标拿出来说 你看我这个指标证明是变好了 否则既没有指标又没感 那到时候就很惨了 所以我才请教一下主席长 那现在快一个月了 到底我们有什么指标证明说 这一个月拼经济真的有效果了 你总统也拿一个数据 给我们这些执政长的立委 我们才能去帮你讲啊 是就是当暗月公布的 除了我刚刚讲的消费者物价 这个这个还有失业率 是我们今天早上刚公布的是 是稍微好一点点 那当那个 所以失业率变高了 变低啊 变低一点点 本来从8月的4.40 降到4.32 那那当然就说 那个像相关的部会 像出口的部分 九月出口是成长百分之十点多 这个是比较好的 外销订单也比较好的 那当然有的比较好 有的比较不好啦 所以 CPI呢 那个物价的话呢 是我们是 每个月是五号 五号会公布 那我们九月是 百分之2.96 是比八月的 3.43是有下降的 对所以我要拜托这样子好不好 拜托主席总组 既然总统对外宣布说 是一个月 而且媒体也很重视 前几天就开始在倒数了 所以这时间就快要到了 时间到的时候 主席总组至少要拿出一个数据出来 告诉大家 说他的确有改善了 因为你要让全国的人都要有感很难啦 所以你只能够用科学的方法 拿出一些数据出来证明 这点我一定要拜托主席总组 这是第一啦 是我们会会整相关部会的 第二就是说 院长讲 就算不管是一个月 三个月也好 那么时间快要到的时候 主席总组也要做好 应该有的准备啦 那么第三 我想除了总统跟院长 经济部部长也讲了 说这个CPI不会破二啊 所以这个也是大家所关切的问题 那么我回过头来讲 您看好 总统做承诺 院长做承诺 经济部部长拿他的乌纱帽出来做承诺 但是这些承诺都必须要有些科学的依据 所以我一定要拜托主席总组 就你们的数据的提供 至少对内 你说对外 我固定是每个月五号公布一个指数 然后我三个月公布一次 这个GDP 那是你对外的制度 可是对内 我们希望这个数据能够更被活化 这个数据其实是很有价值的 这个数据必须要尽快的提供给相关的人 让他们在做决策 做承诺的时候 他要看得见 否则我今天如果是总统 明明未来三个月就很惨了 你的预设就是很惨了 我如果站出来 我数据什么都没看 我就站出来讲了 说两个月让大家有感 我不是找死吗 所以真正的关键在哪里 关键在于说 主机总处其实有它的功能 这功能不应该只是变成一个书面的功能 就定期公布一个数据就行礼如遗 就变成一个很知识化的工作 尤其是在这么关键的时刻里头 你做任何的决策 做任何的承诺 做任何的宣示都必须要有依据 而这依据在哪里 就在主机总处 所以这个我一定要拜托 总统跟院长既然做了这个承诺 你就必须要配合在这个时间点 要把该公布的数据公布出来 你至少要告诉大家说 它的确有变好 也许你现在没有感受到 很快你就会感受到了 毕竟这个感受要随着一个传达的时间 你可能从顶端一路传达到基层 需要一点时间 但是实质上经济情况有没有好转 有好转 否则到时候会变成各说各话 那到时候执政党又要面临很多不必要的批评 那这些政治人物所做的承诺 到底又没有兑现 又是另外一个话题 我觉得对他们也不公平 所以我一定要拜托主机长 还是要再三的拜托 我一直重复同样的话 主机总处就是耳目 这个耳目必须要做到很灵敏 让做决策的人 能够很明确的掌握住未来的方向 这些政治人物在对外做宣誓跟承诺的时候 也不会开空头支票 这一点一定要拜托好吗 我们会据实公布有关的数据 那对内的话 事实上我们也会适时 及早提供有关的资料 让大家能够 因为你对内其实不需要 不需要局限于在那个时间点 你可以一个礼拜提供一次 一个月提供一次 尤其是重要的指标 你可能一个礼拜就要送上去一次 让他们知道说 现在实际状况是什么 才不能 才不会做出错误的判断 这点要拜托主机长好不好 谢谢主机长